简安乡公所农历春节前夕在庆丰阅室开办插花课程 由花艺达人带领学员亲手完成热闹缤纷的盆花 乡长游淑珍表示图书馆除了阅读借书 还能够举办各项丰富的研习课程 也欢迎乡亲可以踊跃参加 让生活更精彩有趣 简安乡公所为了丰富乡亲生活 农历春节前夕在庆丰阅室开办插花研习课程 乡长游淑珍表示 简安乡的阅读力居全国之冠 图书馆评鉴也获得最佳成绩 乡立图书馆除了可以借书阅读 还会举办各种精彩丰富的课程 欢迎乡亲可以踊跃报名参加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很正确的数字 我自己也很惊讶 我们得到全国阅读力 第一名我们得到8.36分 第二名在云林 他们是4.47分 所以我们快多人再一备对不对 我们除了图书 阅读 借书 以及电子书 还有我们相对的报章杂志的 这样的服务以外 我们开启了插花 还有我们咖啡品味 以及多元的研习课程内容 来活化幸福我们吉安的氛围 在我们过年前的前夕 我们开启了年节插花的花艺 带给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 带来整个家庭快乐的喜悦 当然也同时来邀约所有的好朋友们 多留一点书 多借一点书 在过年的这样的年假里面 能够跟家人来做亲子共读 亲子分享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农历年前的插花课程 邀请到花艺达人 带领学员亲手插花 从花朵配置 枝叶剪裁 修饰妆点 每个人都发挥个人美学 完成了独一无二的春节盆花 这次参与插花的学员 还有多位男士 让乡长相当开心 游淑珍也鼓励 不分年龄 性别 每一项课程都适合 所有乡亲来参加 大家一起让生活更丰富美好 营造幸福的吉安生活 既旅会居然相报道